這邊來看二維波船方程式推導的精神 二維波船方程式推導的精神是這樣想的 這是我一個薄末 薄末有些邊界給它固定 有些邊界用邊的方式做一些支撐 有的是繭支撐給它固定端都可以 反正就是一個薄末在這邊 像打鼓的時候那個鼓的狀況 那個鼓在打鼓的過程當中 那個鼓會上上下下的震動 那個震動的行為會跟什麼有關係 就是波船的方程式是什麼樣的一個型態 我們是要介紹一下的 不過我們在更早以前 在前面的單元裡頭 我有去介紹那個繩波的震動問題 繩波的震動問題的方程式 我有推過 它就是 指點位移對時間的兩次微分 等於波數的平方 波數的平方 波數平方 再乘上指點位移對空間變數x的兩次微分 其實我可以用所謂的那個 數學上的歸納法 去歸納這個兩度空間的震動問題 它該是什麼樣的震動方程式 如果一度空間是這樣子 那兩度空間不就是 數學上的歸納法 可以支持我 這個微分方程式的微分項 空間變數的微分項 多考慮一個部分的影響 這樣就可以了 用這個方式可以推出 所謂的二維波數問題的那個方程式 數學歸納法 已經知道一維 單向度的那個波數問題的那個 控制方程式之後 如果是兩度空間的震動方程式的話 它應該是在空間變數微分上 多加一個相次的影響 數學上的歸納法 如果不想要這樣算 那你就是要在薄末上取一小塊 把這些小塊拿來研究一下 它到底怎麼做震動的 那小塊把它畫成立體狀態的圖 好 取一小塊薄末出來之後 如果有興趣的話就慢慢推了 這個薄末上 它有所謂的X方向的平衡跟Y方向的平衡 然後垂直方向也要平衡 G方向平衡 就是去看一下那個平衡之後的那個行為是什麼 那這一部的討論 稍微有點辛苦了 我是建議說還是用那個數學歸納法 去歸納它該有的那個運動方程式是什麼 既然那個線的那個震動是這樣的寫法 那面的震動應該是多一個空間變數的微分 好 以上是我對那個二次微分的波傳 就是說波傳方程式在空間 在平面的問題裡頭 在兩座空間的問題裡頭 它該有的那個函數形態的一個說明